最近常常傳出停電 國民黨就批評 東雄 林原政策創侯 希望透過修法 為核電手演繹來解答 民進黨理會認為林原政策 可以理性討論 協議主委 丹東雄是說 尊重立法營的創意 可入國內電力訴求增加 國民黨 立委調開推動協助 關影器設施演繹條例 施案 希望在協力安全條件之下 維持協力發展 限制另外規矩 順利貸核電手演繹 原來適用的範圍 沒辦法讓核一核二重啟 所以等於這個版本 是讓核一核二重啟 核三演繹 若為貸核電手演繹的修法 立委是認為認為林原政策 可以理性討論 不過要想說 要怎麼扶責人 處理核安和核費料議題 核能要再延續使用的前提 應該是要有負責任的面對 核廢料的態度 為除地震帶上面的台灣 我們的核安上面如何嚴謹的確保 這些事情是核能在台灣使用的前提 我們核一核二核三的這個耐震係數呢 核一核二都超過0.6 核三的耐震係數更高 還要來到0.72基 遠高於臺北市101大樓的0.3基的耐震設計 全世界所有發生過的這些核子事故 沒有一次是來自於地震 核安會主委丹東永實會應說 演繹的議題社會討論已經很久了 核安會不是另外正確的主管機關 尊重立喚營的閣議 要強調如果要使用核良社會愛想達成強制 那我們不是人員政策的主管機關 有關修法 我們當然尊重這個立法院的 大家的決議跟共識 原來實部上 這樣可以在核良安全條件 以此核良發展 我們東永也正一步標是說 核一唱已經獨立 核三唱也重立運轉 國北的基礎情形不一樣 臺北要先檢視國基礎的狀態 記者綜合報道